请教一下张胜书老师 什么只为命格的人 老了以后也不会孤单 一定会有伴 迁移宫的角度来看 看迁移宫 每一张命盘 大家都是从命宫开始的 命宫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三岁到十二岁 第一个十年大运 你看我们走到对宫就叫迁移宫 刚好走完了六个大运 所以每一个人走到这边 是不是在六十到七十岁左右 哎呦 男相处的老头 所以我们正在讲 晚运 晚运 走完六个大运之后 接下去不都是晚运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迁移宫来看 就是人生七十才开始 我从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拿捏自己的日子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迁移宫 有天府心的朋友 所以笃灵第一个就有了 因为他命宫就是天府心 先要看对宫是吧 看本命的迁移宫 然后对宫可以参考 因为我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 你是破军 我是地址 我们两个都不在乎 工位会是空宫 大家都很害怕空宫 其实空宫毫无关系 你只要看对宫 来 给观众看 给观众看一下来这样 如果我们讲的是迁移宫 但是你迁移宫是没有主心的话 不用担心 一点都没有扣分 没有影响 没有打折 就参考对宫 你就是太阳跟天良 懂吗 那我们刚刚提到天府 天府会称为福星的原因 老了就是要享福 对 其实现代人真的好命 因为年轻的时候被父母管 结了婚之后被另一半管 生了小孩被小孩管 只有老了以后才可以自由自在 可是古时候的人老了就死了 因为古时候人不长寿 对对对 所以以前的人 连迁移宫的机会都看不到 对啊 民国初年平均寿命也才四十几岁 对啊 所以现代人可以活到八十 所以天府这颗心 年生七十才开始 对 所以的自由自在 才是真正叫享福 因此所谓的孤不孤单 不是你有没有伴 或有没有朋友 而是真正的认识自己 我要的是什么 你如果不认识自己 再多朋友 你都会害怕 对都会害怕 都会害怕 懂得自己一个人活更自在 所以天府这颗心的晚年运就是 我就是来享受人生的 前面可能熬了很久 很在乎别人 可是慢慢会觉得 我就是我啊 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这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这就是天府的迁移宫了 好 再来是太阳 师姐 你就有这颗心了 刚刚讲 师姐刚刚说你有太阳 命宫中的太阳心 所以晚年 你可以看到 这颗心 太阳心 在这里 被称为贵心 贵人的贵 富贵的贵 可是你知道 古人对贵的 定义 是什么 什么叫贵 不求于人叫做贵 不求于人 我不求人 我不用喂五斗米折腰 求人很难 太阳这颗心就会觉得 我宁可自己清高 我去求人就糟糕了 所以晚年在太阳来讲 我不求于人 开心啊 对 开心就好 对 而且它又有一颗天凉 你看它是太阳加上天凉 是 对 天凉这颗心 古人叫做寿星 不是人面寿星 是长路寿的寿 长寿的寿 不是野寿的寿 我要渐渐看看了 常常寿寿 也不是胖寿的寿 可是古人对寿的解释是什么 它不只是生命的长短 它说寿的意思就是 无损于人 无损 不损害别人 存好心 做好事 存善念 我不去伤害别人 去取得我自己想要的 就叫做寿 所以啊 无损于人叫做贵 无损于人叫做寿 这样的晚年生活 不就很开心吗 再来啊 第一个 紫围加上了破均 秀芳有一颗紫围啊 紫围在哪里 那这里紫围 这里有破均呢 这里有一个破均啊 哎呀 好棒 晚年好 不怕孤单 哎呀 这个不是不好 哦 傻逼 又很凶哦 你看你刚刚在感情中 第一名第三名都是你 可是谁有这样的胆子 有种架到西非 真的 这是一个无穷尽的勇气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两颗星 落到了迁移宫 年纪大了以后 应该怎么办 活到老学到老啊 人生永远是每天都是 新生命的一天啊 都是一直在学习 结交新朋友 学习新东西 燃烧自己的生命 开开心心 所以其实紫围破均啊 我们说晚年啊 最糟糕的就是那种 还在担心每一件事 说儿孙啊 如何了 各种各样 不对 晚年不就是应该自我来 享受才对吗 对 所以所有的命盘 都应该去学这三种命盘啊 晚年有这么多的朋友 互怕互嘛 对不对 来帮朔仁分析哪些 紫围命格的女人 老来可以遇到好伴侣 好 既然讲到老来 可以遇到好伴侣 就表示说 她是单身的状态 因为已经有了 那就没有所谓好伴侣的 但是啦 已婚的人如果有对到的话 也代表你老的时候 你另外一半 对你也是不离不弃的啦 那我们要看的呢 不是夫妻宫了 要看福德宫喔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看婚姻 看感情 提醒大家先有这个 不然开心的半天 结果曝光光 OK 好 我们要看福德宫 因为福德宫就是看一个人 精神享受的宫位 而婚姻呢 感情呢 它就是一个精神的享受 那我这里呢 一共有1 2 3 三颗星的组合 那不管你对到哪一个 好 刚刚近平有提醒 我先把老鼠屎给挑出来 请观众朋友把你的福德宫拿出来 你先看你的福德宫里面 有没有这个 请阳 陀螺 火星 离星 天空 地结 结空 根化剂 即便是有的话 你对到我如上的心来讲 即使是老的时候有伴出现 不见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伴 好 我先来揭晓第三个 会遇到好的伴呢 是福德宫有天良 那天良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伴呢 是属于一个生活上的伴 你借对宫 就是天机跟太阴 福德宫就要看对宫 参考对宫 对 所以也就是说福德宫 没有主心的人就看你的财伯宫 财伯宫就是它的对宫 那么福德宫有天良的人 而里面没有这七颗老鼠屎的话呢 你现在没有伴你不用担心 老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个生活上的伴 只是呢这个生活上的伴呢 它并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它会照顾你 它会呵护你 然后呢听你在那边睡睡念 然后这个你要上进香团 它陪你去 你要去做礼拜 它也陪你去 所以它是属于生活层面的一个照顾 但是在钱财上面来说呢 它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 但是在生活这一般的品质来讲 是非常OK的 那么再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福德宫如果呢 做到是天象的话 这个呢叫做物质上面的给予 也就是说你的福德宫坐有天象 而没有这七颗老鼠屎的话 未来你的另外一半呢 它可以陪你吃喝玩乐 到处爬爬走 它很欣赏你的体态 欣赏你的穿着 即便是你胖 它也会把你说 你胖得跟杨贵妃一样 然后另外一半 你爱打牌 它就陪你打牌 你爱逛街 它就陪你逛街 甚至于呢 它会为了跟你好好的生活 它跟你体养一个共同的兴趣 你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 这是天象的组合 那么福德宫呢 如果是天同的组合呢 这个是属于精神上面的给予 就是让你在老的时候呢 衣食无缺 让你很有安全感 但是它未必会在你的身边 但是其实你人老了 它要的是一个安全感 其中的一个安全感 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安全感 那天同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男人虽然不在身边 但是呢 他在你经济上面的给予 是不于匮乏的 他可以请人来照顾你 甚至于呢 不让你为生活烦恼 然后呢 你爱做什么 就由着你 你去做什么 他只要负责就是 有些女人就是 你人不在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有钱 我可以生活就可以了 反正什么事情 你说了就算 那不管如何啦 这三个组合的福德功的人 在老的时候都不愁没有办 我有些人非常难为 因为京象